吊扇转速慢,一般都是这个东西坏了啊,咱们来修一下 勇决在这点扇有问题啊,这嘴高档上是真嘛 你把梯子上去看,咋会是 哦 点扇先管了 我知道 讲他转,挺位在这 我知道了 没这儿吧 嗯 好 给脚打开,里面有个电容,给他换一个试试 不知道啊 先拍一掌,先别弄 做了两分钱嘛,给你做了两分钱嘛 啊 就那你 拍一掌呢 就那你硬成习惯 好 拍一掌,先拍一掌 嗯 嗯 这家散当啊 明天有凯罗了 下面咱们测量一下电容 这是换下来的啊 这是新买的,这玩意很便宜啊 6块5 5个 淘宝买的 我储窗里没有啊 有需要的话淘宝自己搜 然后 这玩意测量仪器我储窗里有 咱们直接测量一下 测电容还是要养成好习惯啊 虽然这上没有电了,但是还要放一下电 然后开始测量 直接勾上去啊 不分征服级 直接勾上去 然后按下这个按键 两微法变成1120NF 也就是1.1微法了 减少了一半 然后咱们再测量一下新的啊 拿出新的 同样 虽然它没电,咱也要放下电 养成习惯啊 不然的话带电测量很容易把仪器搞坏 勾上去 然后测量 看 两微法 像这个电扇转速慢啊 包括咱家的台扇 无非就这几种原因嘛 电容算一个很常见故障 还有就是缺油了 机械卡阻 那你就用手转一下 看它转动是不是有阻力 是不是缺油了 高点油 排出这两部分之后 还是转的慢 那就是线圈问题啊 那就直接换电机 然后咱们再讲个基础知识啊 顺便咱们测量一下 电容和电阻不一样 电容是越并 容量越大 并上去啊 两个两微法拧一块 咱们测量一下啊 好了 现在我把它拧到一块了 测量 看是不是四微法 看见没 4.1微法 然后两个电容 两微法的串联 那它就变成一微法了 串联一下啊 哎 这样一一拉开正好就是串联啊 电阻是越串 组织越大 这个电容越串 它容量越小 看好了啊 本来是四微法 现在串联起来 看一下 两个两微法串联 看见没 一微法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拜拜 拜拜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